大家好,我是Apple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几个海翁的美股证券交易平台 投资美股其实就是简单的三个步骤 首先在美股券商开户 其次向券商入金 最后购买股票 美国政府是非常欢迎外国人在美股投资的 所以外国投资人也会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 开户门槛也比较低 非常多的美股券商愿意接受中国共鸣开户 另外中国人在美股投资也有很大的税收优惠 资本利的不用缴纳税金 只需要缴纳10%的股息税 也不存在印花税这个说法 下面我就和大家介绍几个好用的美国本土券商 第一个平台是第一证券 这是一家对华人非常友好的券商 总部位于纽约 创立者是一位美籍华人 网站支持全中文的语言 提供华人的专属服务 7天24小时客服在线 中国大陆地区专属热线 支持手机端APP 而且还提供了微信公众号服务 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开货 第一券商的优势非常亮眼 支持零佣金 对投资者收费很低 开货就送股票 运气好还能免费分到苹果的股票 对于资金量较小的投资人来说 如果你希望把佣金水平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 那么第一证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零佣金是建立在 券商 正交易差价 第一证券会向做事商收取一部分交易的差价提升来维持利润 值得肯定的是 他在2018年被个人理财杂志 评选为当年度最佳的网络券商 并且被福布斯连续评为全美的最佳的网络券商之一 总体而言 第一证券对初级投资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券商是德美利 世界最大也是最优秀的券商之一 非常适合初学者投资人 德美利为投资人提供了最完善的教育培训 非常nice的中文支持 不管你是新人还是大师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教育资源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新人开户选择德美利 新人可以在这里学习到非常多的投资知识 德美利的平台套件也是2021年的顶级桌面平台 使用起来非常容易 下面我要介绍的第三个平台是盈透证券 是美国康州的一家上市的电子证券交易平台 服务全球市场 拥有丰富的工具和广泛的理财产品 所以比较吸引专业的国际投资人 盈透对不同的客户提供了不同的服务标准 分为普通版和专业版Pro 普通版是给初级投资者使用 专业版更适合国际化的专业投资人 入境门槛都是零元 大陆地区的投资人也可以轻松的注册使用 证券经纪人网站把盈透评为2021年的最佳交易平台 盈透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TWS专门平台 只适合专业人士而不是初学者 上面我给大家介绍的三个券商都是美国的本土券商 并且支持中国人开货 并且有很方便的中文支持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中国本土可以买美国的证券平台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富途证券 这是一家中国公司 由腾讯的前员工创建 腾讯投资 纳斯达克上市 富途有几个优点 客户端很方便好用 开户方便 支持港股交易 富途的缺点就是收取佣金 这对小额交易初级投资者不是很友好 所以初级投资者还是要慎重的选择富途 第二个中国本土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老虎 同样也是在纳斯达克上市 是这几年成长最快的证券公司 不过老虎证券最近在中国好像面临了合规的风险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后续事件怎么进展 但是还没有结果 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中国本土的证券是雪银 这家公司是雪球和盈透合作搞的一个证券 所以名字就出自雪球和盈透 取名雪银 和富途老虎一样 雪银也收取佣金费 而且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 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期我给大家介绍了六个券商 三个美国券商和三个中国的券商 这六个里面我最推荐的是德美利 整体体验最佳的券商 对新人十分友好 而且没有佣金 其次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第一证券 对华人非常友好的证券公司 而且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如果说前期的投资资金规模比较小的话 我觉得第一证券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今天我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让我们做更好的节目